嗨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红州给西兽》,我们现在从镜头上看到的是香港的克里斯王,来对中国香港的克里斯王,第一站来对日本的李川 现在时间是2024年8月11号,北京时间凌晨1点22分了 这是正在沙特首都利亚德举办的第一届电子竞技世界杯G86项目的小资菜阶段 这是一场败着比赛,谁输了这个抢分谁就回家了,谁赢了,谁晋级下一轮 那么克里斯王被战利川,利川用的是艾德,克里斯王用的是卢克 当前这个版本的卢克比上个版本是被卡了一些的,艾德是提升了 好,香港黄师傅给这帮忙埋了一几大招,这一大招打完之后,就灯就先亮了,先亮灯了 老黄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但是日本李川作为唯一一个使用 现在模式打进董结赛,拿了门票的选手,实力自然不容小觑的 好了,老黄现在堵了一个OD升龙,这个确板 目前李川用斗气泵放,反击了黄师傅斗气泵放,一波带走了 不得不说啊,这个家伙的反应非常在线啊 因为是败这组比赛,双方都是背水一战,谁都不想这么早回家了 现在回家,奖金还是比较低的 哇,师傅一直被关特索啊,出不来了 几不了是鼓励惊弓的一个系统设计啊,你看 还没完,斗气泵放 这个蹦晃是打对方一个出其不逸 OK,回到比赛当中啊,李川先拿下一封了,这是一场生死之战 加油,黄师傅 克里斯傅也是经营格斗气多年的香港名将 在去年的石油杯啊,他拿的是亚军 太强了吧,就是李川啊,王师傅在他面前,有劲使不上啊,你看,就是一块打块 卢克现在被压得丝死的,北登最关重要,卢克必须要拿下这个艾德 香港的亚军王 体力啊,一点点被对方消耗掉了,完了,三七打招上了 比赛变成了0米2,加油啊,老花,王师傅你要加油啊 好,我们回到别的地方,来看下来对中国香港的克里斯王对的日本的他开往啊,李川 日本人现在掌握场上的绝对优势啊,三个赛点 香港黄师傅现在也是放弃一切的厉害下马了吗 这是进攻啊,第一波进攻受到非常好的一个回报 但是现在,李川明显的要调整回来 压制了克里斯王的进攻的一个节奏 哎呀,完了,真的是被他打出来,自己的节奏来 好了,现在局面越来越充满了悬念 到底是老黄能不能乘胜之一,拿下这宝贵的第一分啊,目前他没开张呢 好了,机会来了 哎,太远了,勾不着几人 打完之后 黄师傅危险了 没斗气 体力也很可怜 蹦放上墙打晕他 李川这里也亮一灯拿到赛点 双方都是以拳击手持的形象来展示自己的武功 黄师傅现在发起了进攻 这部进攻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回报 哦,我的金房 难得一见的金房 黄师傅终于想起来自己还有个金房呢 他之前的金房,实战中金房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抓了个点 黄师傅搞了一个劝反三气超必杀啊 用三气来撞劝反 真叫一个腾不了得 还没有开张呢 黄师傅 就差这一口气了 加油黄师傅 哎呦,我的天呐 没斗气了 坏了 怎么办 我的天呐 李川淘汰了香港的 克里斯王 紧急败着下一轮了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格德游戏的朋友 大家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